大家好,我叫鱼文龙 今年23岁,来自金陵昌春 目前和我小姨一起经营了一家服装店 一年能挣个6万多块钱 我喜欢那种穿衣风格比较中规中矩的 偏商户一些的 尤其是不喜欢那种可爱风的或者是罗莉的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我不喜欢穿SPA的女生 特别是黑SPA 所以说作为女朋友,你一定不可以穿黑SPA的啊 她说她不喜欢穿SPA的女人 我觉得穿SPA的女人非常的知性,漂亮,美丽 是女人的权利 比如说你看燕子姐的SPA多好看啊 她不喜欢穿黑SPA 对,就是黑SPA 如果我是女人,我就是女人 我看你家卖的那些衣服 配着黑SPA一定更好看 所以就为了这个行业 这叫做余的改款 对黑SPA这个事有点纠结 对 我看着有把号呢 你俩都观察干啥 不读的呢 谁都不把号一样 4号墨加 我觉得吧 SPA不论是黑的也好,或者肉的也好 它就是SPA 就是一个衣服 衣服的那功能就是这一笔体 它只有一个功能 它就是功能性的功能 所以剩下其他的 那你所谓的对丝袜的偏见 我觉得是这个社会和这个男权 男权社会给它夹到这个丝袜上去的 它不代表任何东西 所以你别用它来胖掉女人 对不对 就是我吧 从小接受的教育 比较偏传统一点 因为我家出生在这个农村嘛 就是特别是黑色丝袜 就感觉就是很张扬啊 有太突出了这样的 所以说呢 就是对黑色丝袜 比较不喜欢 当然了 你咋这么急动呢 你是老的也一来